台南六甲呢 凌晨2點半左右這一起火警呢 其實在清晨的5點左右已經撲滅 不過可以看得到現場呢 都過了好幾個小時 警銷人員還是不停的進進出出 因為呢這一起火警 總共釀成了無死的悲劇 而根據最新的情況呢 目前這5名死亡的呢 已經確認就是這個屋主一家人 包括呢有這一個45歲的陳姓屋主 還有他38歲的太太 以及18歲的大兒子 另外呢還有15歲的兒子 以及年紀最小8歲的小女兒 而根據了解呢 其實根據鄰居表示 一開始呢其實他18歲的大兒子呢 原本有機會逃生 不過呢想到自己的方法 媽媽呢還受困在火場裡頭 因此呢疑似又重新的回到火場 希望可以把所有的家人一起帶出來 結果導致呢5個人通通沒有人逃出這個住家 而最後呢 警銷在整個火勢呢撲滅的時候 結果發現呢他們全部集中在3樓的後陽台 曬衣場的地方 而我們呢從這個白天呢回到現場 也可以看得到 起火的雖然是透天的民宅 不過呢他們是一間的這個農機行 不但門口呢堆放許多的這個機具 而且呢從小小的鐵窗 進到看到裡頭呢 其實裡頭也都堆滿了物品 因此呢裡頭不但有許多這個 易燃物品還有一些重油等設備 也因此導致呢這起火警發生之後呢 在整個搶救上相當的困難 而且呢整個火勢大概呢 在15分鐘消防局貨爆之後來到現場呢 即使包括這個3樓的地方 就已經全面燃燒 所以呢整個搶救上相當的困難 而目前呢消防隊有已經呢 找到其中4位的罹難者遺體 而由於裡頭的物品呢相當的多 而且呢整個碳化的情況也相當的嚴重 因此呢消防隊員希望可以進一步仔細的搜尋 可以呢把5個人的這個大體呢全部帶出來 而另外呢這個死者的這個家屬呢 其實也都住在附近 他們得知消息呢在今天一早呢 也都來到現場交集的守候 希望呢整個世界可以盡快的落幕